喜欢看风言风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7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 我是冯建斌 是没错风言风语包括了哪些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所以风言风语来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是在社会的层面 可能在国家的层面 可能在全世界的层面都有 所以想了解更多 有关这个世界任何人 或者是人和大事的小事的 人间百态的话 就要看一下风言风语 秋烈风的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风言风语 我是Andy秋烈风 虽然入狱将近两年 中外学的宗教卸读案 被法庭判处成立 可是他的一举一动 言行举止 依然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然后他在网上上传的 从监狱回家路途当中的 那个视频 在短短不到一个星期里面 就超过了400万的点击率 现在也已经超过了500万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以见得他还是依然那么的受注目的 可是有一个消息可能会让大家震惊 那就是因为他入狱两年 而且他所换的这个罪行 有人说他已经不可以再当总统 副总统 甚至部长也当不了的 甚至里面是有法律限制的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中外学的政治生涯 那是否真的就到此结束了呢 这一期的风言风语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风言风语 我是Andy秋列峰 我是Randy 那这一期要跟大家谈的话题 哎呀 很严肃 一点点法律的问题 真的 法律的问题 然后也其实我觉得会很震惊 因为尤其是有很多中外学的拥护者 如果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会真的会有一些失望和失落 对 那是什么样的消息呢 就是中外学他在出狱之后啊 其实已经不可以当总统也好 副总统也好 甚至部长他也不能当了 为什么 对 是为什么他不能当 这不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反对他 示威他等等什么什么 这是有法律限制的 嗯 那我们就要追溯到他坐牢的原因 对 那他因为这个宗教的泄途案被判入狱两年 两年 对不对 这一个刑罚呢真的是让他的这个政治生涯呢 怎么说 毁掉他的政治生涯 几乎就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 因为呢 他这个罪行呢 其实是可能被判到五年或者是以上的 对 比如说我们就说 为什么他不可以做总统 对 或者是副总统 那因为印尼的选举委员会 2014年的第15号的这个 关于总统和副总统提名的这个条例呢 在第10条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不可以曾经被有可能监禁强达五年或者以上的刑事定罪 那我们就要追溯到中文学被判的被囚阻的罪 对 简单的说啦 其实这个法律可能有点复杂 就是说这个犯的这个罪 如果你是可能被监禁到五年或以上的话 对 如果这个罪名成立 你就之后不可以当总统 不可以当副总统 也不可以当部长也有这个限制 对 甚至要参选国会议员也不可以 对 那我们看中文学在2017年 他被这个印尼的检方 根据刑法第156条 及第156条A 两个罪名请诉他 对 那第156条是骚扰罪 第156条A是亵渎罪 对 那你触犯刑法 印尼刑法的第156条 罪重可以判到4年 但你触犯到印尼刑法的第156条A 亵渎罪 罪重可以判5年 对 那我们知道当初这个 要判他罪的过程中 也请了很多的语言专家 法律专家来看 这个法律适不适合用来起诉中文学 对 然后来经过冗藏的辩论 大家就说对 可以用这两条来起诉他 那个时候的辩论就是说 用这个法律或者是 也有一个叫做ITE的法律 就是电子通信交易法里面的这个法律 可是那个时候还确定说 比较适合的就是这个 法典里面的156和156A 对 那最后经过那个检方求储 这中间有个比较微妙的地方 跟大家讨论一下 印尼的检方 最后是根据这个156A 就是亵渎罪来起诉中文学 但是他认为中文学的罪行 没有这么严重 对 所以检方求储两年 两年而且并不是监禁两年 对 固带的缓刑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在这两年里面 如果不如果不犯这个错误的话 那你不用你其实不用关 不用关对 那如果两年内你又再犯 都有加重惩罚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某个程度就是 给他开了一条深入了 对 深入了 两年内你好好反省 不要再犯错了 后来经过这个官司审理法院审查 最后法官却判决结果让大家傻眼 真的 因为这个法官的判决呢 是比这个检控官所提出的还要重 算是还要重蛮多的这样子 最后法院判 法官判决说好两年确定 但没有缓起 也就是说呢 你的确触犯了卸妒罪 而且你要立即入肩服刑 对 没有宽限期 这样子的情况 那其实在法律上啊 呃其实很少出现 对对对对对 就是检控官所提出的 和法官所判的 真的法官判的比起诉的还要重许多 就在印尼不常见 真的不常见 甚至我觉得我认为在世界各地 也其实比较少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吧 就好比如说这个检控官检察官说 好你犯错了 我主张打你十下 嗯 后来法官说 十下不够要打二十下 对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已经证实了 罪名成立 也入狱了两年 之后就受到了法律的限制 不能够参选总统 不能当部长 不能当国会议员等等 对对对 所以这也算是 让他的这个政治生涯的未来 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发展 也让很多人当然是非常的失望的 所以我们这样回头看 当检方跟法院决定 用156条A泄途罪来定他的罪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宣告 你的政治生涯很结束 对 这件事情可能 大家没什么发觉 在他出狱之后的现在 大家就开始在讨论 就有 又有媒体把这个 这个事情报道出来 这样子让大家觉得 真的 我们 我们真的是 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都觉得很失望 因为 有些人就说 这个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 也都是因为入狱之后 才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 可是这个情况 在印尼 现在在中万学身上 没有办法发生 所以 现在他如果还是 想要重政的话呢 最多也就是做回一个成长 去参加成长的竞选 可能找一些 怎么说 对宗教不是太过敏感的一些省份 让他在那边为大家服务 做一个地方首长 这还是有可能的 等于说到你的分析 他现在已经跟中央级的 不管国会议员部长 已经无缘了 绝缘了 对 可是在网上 还有一群网友或者是媒体呢 提出一些重要的职务 是他还是可以上任的 比如说是那个 KPK 树摊委员会 树摊委员会的这个 主席 其实这个还算是可以的 可以的 然后大家也希望呢 他做一个海关的总署长 因为这个印尼的海关 真的是里面有很多可能 问题啊 贪污等等啊 而且大家对中外学的印象 是一个非常打击贪污的一个人物 所以大家就希望他 可能也能够做一个 这其实不算是一个高官 还是在部长以下的一个官 就是一个海关的总署长 然后有一个职位蛮特别的 也有人也有呼声说 希望他能够做印尼足联的会长 足球的 足球总会的会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印尼的这个足球总会叫做Best SD 最近呢这个风波不断啊 里面呢就被查出说有操控球赛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有有一些有15个人已经被警方列入为嫌疑犯了 然后印尼足总的会长也是北苏门达拉的省长 他就因为这件事情而迟迟不做足联的这个会长 然后呢替代他的那个人 现在却被警方查出也有操控这个球赛的这个嫌疑 所以里面就有很多牵扯到很多贪污的事情 或者是贿赂的事情 所以也当然牵扯到可能对足球有什么有利益的一些 希望中央学来改革 对对对 那安妮那我问你 觉得如果让中央学出了这个树贪的部门的首长 会有什么样的好或不好的后果 大家当然是希望这样子 可是对他来说呢 甚至对他的人生来说呢 也会有一些威胁 对我们都知道都看到了 近年来有很多对这个 不管是苏滩委员会里面的这个这个警户人员 官员或者是他的这个委员会的会长等等 都有一些攻击或者是对 甚至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一位 不是被泼那个流酸 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还没有解决 还不知道是谁谁做的 然后呢也有媒体报告说 这几年来近几年来 的对苏滩委员会的人员的一些伤害 威胁等等的都没有解决 都没有抓到是谁做的 所以这当然大家的理想当中是 他是很适合的 可是对他的人生安全 安全 他的家庭 可能之后他就真的没有办法过安定的生活 大家现在看到的中外学可能一个满脸笑容 然后觉得毫无压力 就一直到处跟大家分享一些激励大家的话 然后去到一些地方去旅行等等 就可能这样子的中外学就会看不到 就会看到一个一直板着脸 就一直一直活在很紧张的一个情况当中 而且做危险的 危险的 比他做亚加达省长应该要危险的多 这也是一个问题 或许让他先放松一阵子 对就是他也他也想放松 就等总统选举之后 过了之后可能就看一个局势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个逼你的法律常识 真的哇这一集尤其是这个法典里面的156和156A 这个是要现在叫Ren Lee的这位大哥来分享 那个时候呢 有做过研究 对有看到你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报道 哇太厉害了 当时我们看到缓情是很开心的 缓情代表说事情过了 对你不用坐牢 只要你在这两年来不犯 乖乖的 乖乖的 但是没想到判决出来没有缓情 对他坐牢还好 然后还不可以做比较高级的关 对 好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未来有什么下一步发展 他的下一步是如何 要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大家对本节目的支持 我是Andy出列峰 我是Ren Lee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 还要再比手掌吗 确定一下 确定一下不一样 确定一下不合对 我们不是命中注定 请不吝点赞 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出列峰 我的最新创作专辑 枫叶场所已经面试了 里面呢 有关于亲情爱情 友情 还有私相情的歌曲 我也把一些印尼的 传统地方乐器 融入在当中 所以请大家到 各大的数位音乐平台 去视频下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东云东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